出動吊車工作人員爬上旅梯 拿出工具 將螺絲一個一個鬆開 準備卸下招牌 可不可收成紅茶新竹 官埔分店 日前有女店員疑似不滿客人 打陽前下單 在珍珠上加料再徒手攪拌 總公司得知後發聲明道歉 不只終止雙方合約 勒令分地停業 更直接找人拆掉招牌 總公司來說 你還沒清楚 而對於受害消費者則會持續關心 消費者也發文 只稱自己就是買到 可不可口水珍珠的顧客 回顧事發當天 他透過外送平台下訂三杯飲料 回家才看到別人轉發的影片 背上的貼紙編號 跟他手上的飲料一模一樣 但珍珠紅茶已經被爸爸喝下肚 而且事件持續延燒 發文者稱 喝下飲料的爸爸身體也出現狀況 這幾天一直拉肚子 家人已經安排要帶他去大醫院檢查 對於整件事情 可不可督導處理事情的態度相當負責 也覺得店家超級無辜 但當事女店員卻遲遲沒向他道歉 而他一時的惡搞 受害的不止消費者 還影響店家商譽得付出龐大代價 特別新聞城市民菜新宇新竹採訪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